因為他是七個月早產 兩歲三歲都還好 但是到五、六、七 都比別人還慢 起志學校畢業 我想說他還不知道何去何從 本來他去應徵那個喜寒兒 喜寒兒是做的麵包 就要穿重 穿兒這幾尿這幾尿 所以念到高中他都不會 我就想說也不能在家裡 我何不帶他去環保站 去環保站的時候 師父師父也幫他幫忙 大哥 剛好蔡師兄他說 師姐 你可以不可以來跟車 他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的車可以 但是我小孩也要跟 也要一起跟 要不然我小孩沒人顧 十多年前剛進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什麼都不會 現在聽媽媽說 他自己起床之後 要出門會自己戴袖套 會自己穿圍兜 然後自己戴帽子 然後也自己會從家裡走到 進師堂來了 不缺席的喔 他媽媽他家人去旅行 他也是不要去 非常的感人蔡師兄 因為今天他跟他的車 他好像照顧自己的小孩子 他快快樂樂去付出 他去付出對社會 還有對我們家裡 都是一種幫助 因為他走出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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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